遇见建筑艺术品味生活文化 听见建筑之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见建筑之美的节目 我是Fiona 绿建筑在日本称为是环境共生建筑 在欧美国家有些是称为是生态建筑 永续建筑 在美洲澳洲还有东亚国家 北美国家则大部分称为是绿建筑 其实主要就是将绿能环保的概念 导入了建筑物之中 消耗最小的地球资源 然后让能源再生 在国内有很多很棒的绿建筑 今天在说建筑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分享这栋超美 跟大自然融合 唯一位在北投的绿建筑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朝阳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助理教授 郭博言 郭老师 郭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 简述一下这个绿建筑的一个定义 还有呢我们现在台湾 绿建筑它的一个发展状况 绿建筑在台湾是以一个 消耗最少地球资源 制造最少废弃物的一个建筑物的概念 那现在呢 是以生态 节能 减费 健康 这八个字 作为主要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概念主轴 那所以我们也各取 它的英文字的第一个字叫 EWH系统 作为这个台湾绿建筑的一个评估方式 我们马上就来讲一讲这个台北的北投图书馆 这栋超美 获奖连连 而且今年也得到国外网站 入选是世界十大最酷的绿建筑的北投图书馆 老师这个北投图书馆真的得到蛮多的这个奖项 肯定 是的 它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就获选为国内的优良绿建筑的首奖 那也是第六届台北市的都市景观大奖的首奖 那2015年也获得全世界最酷的十大绿建筑 那国外也有很多的网站 把它评选为全球最美的这个公共图书馆之一 所以这很多人事实上都有去过就觉得它非常美 而且它也是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奖项肯定 在里面就是可以感受到那种很轻松很惬意 跟大自然的紧密结合的感觉 那是不是请老师告诉我们一下 它的一些这个建造的背景 还有它的建筑特色是什么 不然为什么它能够得到那么多的肯定 台北市立这个图书馆的北投分馆 它是台湾首作钻石级的绿建筑 它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单位是九点联合建筑师事务所 那有两位主持建筑师来负责操刀设计 一位是郭英昭建筑师 另外一位是张清华建筑师 那这个案子是位在台北市的北投公园内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不清楚在哪里的话 可以搭乘台北捷运到新北投站 那往东走一段距离 很快的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栋非常漂亮 周围被很多绿树所包围的一个图书馆 北投图书馆的分馆 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木构造为主的一个建筑物 它是木构跟钢构配合 那适当的部分才使用钢筋混泥土 那它整个外观就像一艘大船 船很像一个船 是的 那从上面如果你是从这个Google Maps的这个卫星照片上来看 它就像一个大的三角形 放在这个北投的公园里面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巧克力蛋糕之类的 它比较像是一个三角形的蛋糕 没有错 那它的西边 比较尖的那一面 它是朝西边 这样可以减少这个太阳的日照 这样可以减少西日 那它的南向主要是作为入口 那北向就朝向一个风景 非常优美的一个景观 那整个建筑物其实最大的特色 是周围有非常多的绿树 所以为什么说 它很像是一个被森林环抱围绕的一个图书馆 那这个图书馆呢 它的除了使用了大量的干构木构造之外 它的这个外墙 包括内装的瓷砖 很多都是使用这个再生的瓷砖 可以作为这个装修使用 所以它等于也是一个废弃物再利用的一个观念 那民众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最喜欢去的几个位置 包括除了它的图书馆的位置 它在这个每一层的阳台 都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景观 所以民众可以在拿着书 到户外的这个平台 去这个阅读 那我记得有一年我到这个图书馆的时候 刚好是遇到下雨天 那这个下雨天的时候 其实它户外的阳台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平台 反而提供一个非常惬意的一个阅读空间 那也观察到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喜欢拿着书 就在这个平台 在这个阳台底下来阅读 那外面就是雨声 我觉得这个画面是非常的惬意 而且外面虽然是这个烟雨萌萌的感觉 但是呢 还是可以不会被雨淋到的 在这个户外来这个阅读一下 是的 这栋建筑物它其实有非常良好的 通风的一个设计 那虽然在夏天非常热的时候 它会使用空调 但是在一些比较凉爽 不需要用到空调的季节 它就可以适当地引入一些 自然通风进入到室内 这样子也可以节约能源 那这栋建筑物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屋顶 它的屋顶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平面的 而是有点倾斜的一个设计 那这样的设计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一个就是它可以让这个雨水 更容易的回收使用 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 最近前一阵子 缺水缺的蛮严重的 那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鼓励 很多建筑物要做雨水的回收使用 那这栋建筑物 当时就融入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除了在屋顶做雨水回收之外 它还有做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太阳能的光电板 以及屋顶氯化 这两件事情 是 所以在屋顶的氯化部分 就是可以让这个室内的温度 不会这么的热 对 没有错 好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屋顶的一个设计呢 可以汇流雨水 然后同时又有太阳能的光电板 也是它的一个特色之一 那其他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绿建筑的设计呢 它绿建筑的设计应该是这样讲 它是从外部环境就开始进行规划了 那台湾的绿建筑评估制度有九个指标 有九个指标 那这一个案子呢 它九个指标通通都有取得 那从外部环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啦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专有的名词 那简单意思就是说 它跟环境跟生物的整个共生共融 设计的比较优良一些 比较优良一点 那它的树 它的户外环境的扑面都做得相当的不错 像是这个扑面的话 是不是也跟我们人听就没有解释一下 我们要怎么看它做得不错啊 其实有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常常鼓励一种叫做透水性的扑面 那所谓的透水性的扑面就是水 这个雨水下来到这个地表之后 这个水分可以重新回到地表底下 而不是透过这个下水道的方式 把它快速的排除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们知道土壤其实是可以吸收水分的 那土壤一旦吸收水分之后呢 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它减少下水道的负担 如果大家想一下 我们整个都市都是不透水的一个扑面 像波油路水泥 一直淹水了 对对 它这些水呢 全部赶快的用这个下水道来排出 那但是如果今天下水道 这个功能失灵了 或者是暴雨 现在气候异常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就有可能会淹水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 让这个水是可以真正很自然的回到地表底下 所以就透过扑面 对对 那如果这个土壤它吸收到水分之后呢 它的生物里面的细菌啊 蚂蚁啊 蚯蚓啊 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存的空间 生存的环境 所以大家怎么去看一个透水扑面 其实你可以用点水 你把它撒在这个地板上 那如果这个水是可以很自然的就渗透到地表底下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透水扑面的设计 是这样子 所以像早期的泥土地啦 沙地啦 碎石子的土地 这样的一个道路扑面都是一个很好的透水设计 是 好 那除了它这个扑面之外 还有其他的这个指标来去看它 当然就是像这个节能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那绿建筑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要节电跟节水 就是用电的部分一定要节省 那我们刚才提到像屋顶它有一个空中的花园 屋顶花园 那这几年在日本 其实也非常东京 他们非常鼓励这个民众 他们做屋顶花园 那台湾这几年也开始慢慢在这么做了 其实不只只有在屋顶 在立面 我们知道像台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之一 就是成品的绿圆道 它的这个绿墙 直升的绿墙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 在夏天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像粉碟 甚至像小鸟它会飞到上面去 我想这样子其实对于建筑物在减少吸热 以及对整个生态环境 它就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在节能方面 其实除了在整个建筑屋屋顶上面的隔热 像遮阳设计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那个它的北面那边有一个很深的阳台 可以让民众在那边阅读 其实一个很深的阳台 就是一个很好的水平的遮阳 它等于阳光就可以把它有效的遮挡掉 那再来就是内部的一个照明跟空调了 那这个部分因为比较涉及到一些专业的部分 那照明像是民众都知道说要用一些比较节约电力的一个光源 像是有些人会用LED灯啊 或者是用什么神电灯泡 那像现在主流是用T5的灯管 那只要做适当的配置 同时呢引入这个自然采光 所以像这个北投图书馆它有个很棒的设计就是 它在这个馆藏的这个部分 它的书架高度只有110公分左右 对对对对对 那跟很多一般图书馆高达将近两公尺的这个高度 书架高度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一个压得比较低啊 它有两个好处哦 一个就是视觉它有比较好的穿透感 对对对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北投图书馆 到它的这个藏书的区域去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地方 每个书架上方都有设置了一盏独立可以开关的一个台灯 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比较暗 你可以自己打开 这样也比较节约能源 同时呢 它的书架是平行于这个窗面来设计的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光比较容易进入到书架的内部 不会说你外面一排的书架就挡住了 后面的书架就没有办法有效的采光 那在包括像废弃物的部分 我们刚才有提到 像它用大量的木构干构以及再生的这些面砖 因为干构跟木构这样的两种建材 我们都视为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一种建材 所以它在这个部分就等于做得非常的不错 那最后的这个属于健康的这个部分 像是使用这个节水型的这个省水器材 像我们有些听众朋友 可能家里的这个洗手台 或者是马桶 它是那种两段式的冲水马桶 或者是你到一些公共空间 你会发现它的水龙头是有加一些气泡的 甚至是用感应的方式 那这样子只要人离开 它就可以很快的关闭水源 这个都是一些很节水的观念 包括像雨水回收 垃圾分类 室内的一个健康环境 不要使用那种会挥发有机化学物质 影响人体健康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绿建筑有九个指标 它涵盖的范围其实从外到内 由大到小这样的一个领域 真的 好这个透过我们老师的这个详细的解说 我们对绿建筑好像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了 那您自己对这个北投图书馆 应该也是相当的喜欢 您自己的一些看法是什么 而且我们朋友们如果要再去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再次的这个融入这一栋绿建筑 我想这个图书馆我的看法是这样 它大概如果引用建筑师的一个设计概念 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 它是一座不像图书馆的图书馆 原因非常的简单 它的设计概念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数位时代来临 那大家都大量的使用平板啊 手机啊 电脑这样的工具来获取资讯 所以传统图书馆的 透过书本 书籍 报章杂志 这样来取得资讯的一个趋势 有越来越低的一个情况 所以图书馆它也面临了一个 需要转型的一个时代了 所以建筑师他就希望说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图书馆 让民众会喜欢来 接触到这些资讯 对 那所以呢 他就发现了 在这个北投图书馆里面 它周围环境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希望让这个建筑物 可以融入到整个自然环境里面 所以如果民众要来 这个地方来欣赏它的话 其实不妨先从外面走一圈 嗯 那我们可以看各个角度 它不同的一个设计 包括我们建筑物的遮阳 对 屋顶啊 屋顶啊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从外面来欣赏 然后我们再到内部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楼 嗯 是儿童的阅览区域 是 那因为采光比较不容易 嗯 所以它就会用 比较白色的 对 白色的来增加室内的那个亮度 嗯 那到了二楼 到了一楼二楼的时候呢 它就恢复到原本木头的那样的 一个装修的一个质感 是 那包括它的那个藏书的区域 我想都是几个非常精彩 可以参观的一个部分 嗯 好 那今天呢 很高兴我们朝阳科技大学 建筑系的助理教授 郭博言 郭老师 透过他自己非常专业 对这个绿建筑的一些看法 也跟我们分享到了 北投图书馆 哇 这真的是一栋呢 就是除了它是绿建筑之外呢 也是民众可以去 好好的放松心情 好好去 enjoy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郭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 也感谢你的收听 待会还有旅游相关的一些资讯 也提供给你做参考 也请您持续锁定 拜拜